佛说四十二章经 和尚礼石碑 诸位法师 诸位七世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十四面 第二十七章 无着得到 那么维世学说 我们的生命呢 它的相貌呢 就是横转如瀑流 那么我们的生命呢 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水流 从过去流到现在 那么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相细的水流当中呢 它有两重的因果呢 在相互的作用 第一层的因果就是由过去的业力 那么创造了今生的果报 比如说有些人积极的善业强 所以他今生的果报呢 特别的尊贵安乐 有些人有些人过去山中呢 所积极的罪业比较重 所以他今生所遭感的果报呢 是比较悲贱痛苦 所以我们生命呢 在相互的作用当中呢 事实上我们是在受用这种果报 比如过去的业力所创造的果报 那么第二重因果呢 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果报的时候呢 我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因地 新的业力 那么这个因地呢 又会遭感当来的一个果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续变化的水流当中呢 他的每一个生命的点呢 都是在受用果报 也同时在创造一个因地 那么这样子讲呢 就构成的生命呢 我们有两个选择 那么第一个选择呢 我们去追求现前的安乐的果报 第二个选择呢 我们选择去创造一个良善的因地 所以古德说呢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那么一般的颠倒众生呢 他对生命的目标呢 他是追求这个现前的果报 他为了让现前的果报得到安乐 他不惜去牺牲他的因地 也就是说他追求安乐的果报 他会累积很多的烦恼追 他不在乎 所以他追求现前的果报 他以后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个是一次众生对生命的选择 他选择追求果报 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呢 他所选择的是选择一个良善的因地 他对果报是认为 随言消就业就可以了 他是无常胜面相 那么他所重视的就是 我们面对果报的每一个岔螺 我们如何来创造一个良善的因地 这是我们生命的重点 那么问题是 怎么样成就一个善良的因地呢 在本经所提给我们的方法呢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圣身见 就是我们内心要有一种关照力 那么第二个是广大行 就是我们要实际的依止 我们所关照的道理 去付出行动 一种行动力 那么这个关照力呢 就是说你要成就一个善良的因地呀 你必须要有一种智慧的关照 这个关照呢 在佛法当中呢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呢 是从假入空观 也就是说呢 你能够从你现前的 这些生灭变化的五应身心当中呢 生起一种智慧的关照 观察因言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那么观察这些生灭的法 它本身是没有自信的 没有自信是怎么生呢 是假见因言所生 所以从本性来看呢 它本身是毕竟空的 那么这个延起信空的智慧啊 它会把你这一念 从有相分别的心啊 带到一种无相的真如的体系 那么在这种真如体系当中呢 你的内心呢 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俊 不增不减 没有任何的对待 也没有任何的差别 那么当然这样的一种 空性的宗教体验啊 对我们修学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能够从这样的 和其自信本质亲信的 这样的体验当中啊 你会很明确的知道 所谓的 心佛众生 伤无差别 自知我是为神之佛 诸佛是以神之佛 其体无别 那么从清静心的观察 你可以了解到 一切的烦恼是可以消灭的 而一切的善法是可以成就的 那么这样的从假入空观呢 它会建立你一个 所谓的大乘信心 那么从大乘信心当中呢 你当然有时候也应该从空出假 那么就从这种平等 无差别的体性呢 又回到了你这种 有向的个体生命 那么在当中呢 这个因缘法呢 就有很多差别了 就是说 所谓的因缘果报 你造作了 杀到盈望的业 那么就会有 召感三恶道的果报 你召作了五戒十善的业 就召感人天的安乐果报 你修习四地十二因缘 就召感偏空的涅槃 那么你修习六波罗密的法门 就会成就菩萨的万德状元 那当我们从空出假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每一个身口意的造作 就会成就死法界的差别因果 所以我们生命呢 有十种选择 而每一个选择 你都可以成就 那么从这个假观当中 当然就会告诉我们 所谓的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那么这个就做所谓的起舍 善知起舍 那么当我们这念心 能够同时从假入空 而且也能够从空出假 那么空假双照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认为你这个人 对生命已经建立一个正确 而不颠倒的智慧 所谓的中道的智慧 那么有了智慧以后还是不够 你应该要付出行动 所谓的广大行 你应该依止你这样的一个智慧 那么去实践 不失实践 忍入渐渐禅禅定的六波罗蜜的法门 去实际的成就万德庄严的佛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成就因地的两个重点 一个是圣身见 一个是广大行 这个是我们本经的主要的法门 那么其他的次要的法门 从这个广大行的开展出所谓的祝道法 就是从第三章到第42章 有祝道法 那么这个第三章到第15章 他偏重在成就一个人天的善业力 就透过这个不失实践忍入 成就善业力 那么从第16章以后 是成就出离心了 出世的功德 那么在出离心当中 前面几章 是在修这个出离心的这个信心 就是思维这个贪欲的过失 那么这一下就正式修出离心 如何来对峙我们的贪欲的烦恼 成就处理 这一下是讲方法 那么第27章的五爪得道 这个五爪呢 这个地方的五爪 跟我们说是不着相的五爪是有所不同 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在修学圣道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的障碍 那么我们应该对这个障碍呢 能够五爪 对这个在修行身心的障碍产生一种五爪的力量 有一种出离对峙的力量 那么这个叫做五爪 好我们看经文 佛言 浮为道者 游牧在水 行流而行 不处两岸 不为人群 不为鬼神所遮 不为肥流所住 亦不腐败 无保持目 绝顶入海 那么这段经理是佛陀呢 他讲出一个批语 说是浮为道者 那么修学圣道 当然就是从一个凡夫的 一个苦恼的个体生命啊 要把它转成一个圣人的安乐的生命 那么从痛苦的个体生命啊 要转成圣人的这种清净的安乐的个体生命啊 在整个变化的过程呢 大智慧的佛陀讲出一个巧妙的批语 说是游牧在水 行流而行 说是呢 有一个木头 那么这个木头指的是我们的菩提心啊 我们内心当中呢 透过我们的智慧的观察 圣生见 那么我们升起的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艳力 当然这样子就有很多的作用 它叫做木头 它可以做椅子桌子 它有很多的功能 那么这个菩提心的木头呢 它刚开始是在这个杂染的水流 在这个生死的水流当中流转 但是这个木头 当然它是要有正上力 它不愿意自甘堕落 它怎么办呢 行流而行 它顺着水流呢 它要前进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大海 入这个珍如的法线大海 那么当然这个木头 它要卸脱这个壤污的水流到清净的大海啊 这个过程当中要离开很多的障碍 我们看有什么障碍 第一个 不触两岸 这个木头 它本身不能去碰触左右两岸的岸边 你碰触两岸呢 你就没办法前进了 不为人群 那么就这个盗贼在两边啊 他会去夺取这个木头 那么你这被这个盗贼夺取了 这个木头就不能流到大海了 不为鬼神所遮 那么这个在两岸的地方 有这个三神树神 那么你不能够被这个鬼神的神通力所遮障 这也是一个重点 其实呢 不为回流所住 这个回流就是悬窝了 你这个木头呢 不能跑到有悬窝的地方去 跑到悬窝 你就在沿地打转 那么你就不能前进了 一步腐败 就是你的木头的材质啊 要有耐久性 要有持久性 不能三天两天腐败了 那么这个腐败了以后呢 这个木头呢 他就破碎了 那么你要经过这么多的 障碍的考验呢 那么我保持木决定住海 你能够通过 这些重重的障碍啊 这个木头就能够从这个生死的河流呢 进入到真卒的法性大海 那么受用种种的功德装用 那么这一段的巧妙辟语呢 讲完以后佛陀就和华 好我们看经文 邪道之人不为情义所获 不为众邪所饶 精进无为 我保持人必得道也 那么我们在修学圣道啊 就是在我们这个 记足无量无边 烦恼跟罪业 跟老病死的身心世界 升起了一个道性 那么这个道性要能够啊 把它转成功德装严啊 这个过程呢 也第一个不为情义所获 这个情义呢 就是所谓的不处两岸 那么不处两岸呢 这个地方我一道是解释说呢 我们送生的情义啊 有贪着油跟贪着空 两种的情义 贪着油的人啊 到最后啊 就欢喜修福报 那么他也不失职借忍辱了 那么修习善业呢 结果呢 被这个善业所遭感的安乐果报啊 所障碍 贪着生死 被这个富贵的果报所障碍 那么有些人他贪着空 那么经常从贾入空啊 那么对于这个贾民贾向贾用 这个死法界的因果不加以观察 有时候啊 就会忽略这个业力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明朝的时候 很多的禅宗大德啊 经常修空观啊 就不欢喜求生净土 那么偶一大师对这些人提出警告说啊 我们修空观啊 当然他对身心世界有多少调伏力啊 但是偶一大师警告所有的修行者 你不要忽略了 在我们阿赖也是当中呢 还有无量无边的三二道的业力没有得果报 这样的业力的危机你不能忽略了 所以你求生净土呢 先成就圣道会比较安稳 所以说呢 当我们执着空性的时候呢 也会有障碍 就容易退转 好 那么 你这样的菩提心呢 要远离对有向的福报的执曲 或者是对空性的执曲啊 这样子都应该批免 就所谓的不处两岸 那么不为众邪所扰 那么众邪所扰呢 就是说啊 我们内心当中这个众邪啊 这个地方偶一大师说 这是邪见 不要被内心的邪见颠倒 所障碍 这个地方包括人群 或者是鬼神所遮 那么这个邪见呢 这个地方在根据一切师弟论的邪见啊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两种邪见 第一个呢 是争议的邪见 争议的邪见呢 就是非有即有 就是我们在五印的身心世界啊 它本身呢 是一种恰挪恰挪的功能 这个设法有直爱的功能 那么这个受有 这个受有领难的功能 享有这个分别的功能 那么这些功能当中呢 本身没有一个常一主宰的我 那么我们捏造一个常一主宰的我 那么这个我爱子呢 这个叫争议见 就是说 他本来没有 你把它捏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就争议见 第二个是减损见 就有即非有 有即非有 一般的人就是修空观的人 会有这种邪见的 那么修了空观以后啊 他就认为这个 大修行人啊 不落因果 那么这因果法则是存在的 就是你有这个业力 你就一定要得果报 不管你愿不愿意 那么这个减损见就是说 因果的招感性啊 是宇宙间存在的真理 那么他忽略了这个存在 就是有即非有 就是把它给损捡 减损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邪见颠倒 那么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要远离真意跟减损 两种的知见 那么这个烦恼跟邪见啊 这个是要恶法的远离 这以下呢 有两个善法要成就 就是精进 这个精进呢 就是不为回流所住 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要勇猛强悍 不能有任何的懈怠退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无为 就是不腐败 那么你在修行当中呢 不管遇到的顺境逆境啊 你能够安忍不动 能够忍得过去 那么佛陀说呢 我保此人必得道 这个是一个人能够成功的 修学圣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那么从这一章书啊 我们理解到啊 的确这个修行啊 我们是从一个烦恼跟业力的身心世界开始出花 所以这个上帝说是 一切众生啊 一出生就有罪业 这件事情是说对的 就是我们刚开始修行 不是从零开始 我们是从负的开始 所以这个木头 它到大海啊 它一定会 或者碰到左边 碰到右边 碰到各式各样的障碍 那么这一章书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啊 一个人有障碍啊 这个地方还没关系的 问题是你的内心啊 要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 内心要两种特质 第一个是精进的特质 第二个是忍入的特质 这个精进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修行啊 它是一个溺水行舟 不管你出家几年 不管 你只要不进步 你就退步 就说我们不可能保持在眼点 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不推步 这是你不断的做定刻 这个每天一定要让自己 今天比昨天进步 昨天比前天进步 明天比今天进步 你要要求自己的生命 不断的提升 不管是内在的观照的智慧 或者是自己身口的 这些行为 都要不断的提升 这个是一个成功的重要的秘诀 保持自己的一个进步 第二个呢 你要保持一个安忍 就是在这个逆境来的时候 你要忍得过去 我以前读佛学院的时候 民国76年 我们那个时候 在新生训练的时候 我们教务主任啊 老法师啊 在黑板上就写一个 说我们这读佛学院啊 修学的重点 只有一个字 就是熬 你熬得过去 这个孙熬熬的地下面了 四个点 四个祸 后来我发觉这个熬这个地 这个字很重要 就是说 你看我们刚开始有三十几个同学 毕业剩下六个 那就是呢 有些人 他的父母亲反对 他说回去了 他身体处的状况 回去了 他内心起的烦恼 起的邪见颠倒 他回去了 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忍 安忍啊 这个地方很妙 就是说 在任人经有对忍辱这句 这段话讲出一个重点 他说 不随悟转就能转悟 就是说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人事的障碍 身体的障碍 怎么办呢 不随悟转 你就是不动 你继续做你的功课 继续的拜佛 老实的拜佛 老实的持咒 那么研究经典 修持观 那么你不随他转 诶 明明这个障碍是三穷水晶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能够忍得过去 他自己会变化 就是你不要去管他 就是说 不随妄转就能转悟 你要能够忍得过去 就是 你这个道心 你这些明了的心思 跟障碍接触的时候 当然你被他所转 那就完了 那么你遇到障碍的时候 你不动 对方就会变化了 这个世间上 就是这么这么的妙 就是说 你能够安忍不动 这个也是一个成功的秘诀 那么 这段经文就是说 你要能够在出世的善道 有所成就 你的心里要有两种特质 第一个 你要有精进的特质 你不能是做功课 那么做个三天 休息五天 不可以 不断的专一相续 第二个 你要有忍入的特质 那么这两种心理特质 是一个成功的主要因素 一个是 这个精进力 第二个是忍入力 那么这个是讲到成就胜道的两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当然这个只是一个道权基础了 那么正式的修习出离之道 是在二十八章以后 我们看第二十八章 一马莫纵 那么这一章开始就正式的说明了 我们应该如何来修这个出离心 我们看经文 佛言 圣物性如意 如意不可信 圣物以社会 社会即获生 得阿罗汉尼 方可信如意 那么这个大师会的佛陀 告诉我们说 有两个修行重点 第一个呢 在内心上 圣物性如意 这个信呢 就是随顺 就是一个修行人啊 我们对于第六意识的这个起心动念啊 你刚开始不能采取一种随顺的心态 那么 当然 一般的世间人啊 一般的世间人 他的内心呢 是跟着感觉走 他的心想要起一个念头 要做什么 他就去做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 一个人在三界当中会不断的流转 不断的流转 永远没有停止啊 这个是主要因素啊 因为他没办法产生克制力 那么修行人就是说呢 你既然要修行 你第一个 你本身对你的念头要有多少 要有调伏力 不能放纵 为什么不能放纵呢 因为你的心念是不能随顺 我们这个心啊 当然这个心主要第六意识 我们这一念心 他在无量节的流转当中啊 他不断不断的造作一种业力 那么这个业力 当然有善业也有罪业 那么这当中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 善的功能 恶的功能 但是不幸的是啊 这个我们内心当中呢 这些烦恼 这个贪嗔式的功能的势力啊 是比这个善良的功能来的强到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 很容易跟烦恼相依 很容易 那么你采取对内心的放纵啊 那只有让这个烦恼的势力 不断的增长广大 所以修行者第一个 就是你对你的心内要有调伏 要采取一种否定的方式调伏 那么这个是对内心的调伏 第二个是从外境的远离 生物与社会 社会局获胜 那么一个初学者啊 你不要跟这个男女的美色相接触 这为什么呢 因为你接触久了以后就有灾祸产生 这个就是说呢 古人说是日久生情啊 情久生欲 那么欲望在增长的时候就产生颠倒 颠倒了以后啊 就造罪业啊 就到山洋道里面就是灾难要出生了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要避免这些 会隐身这些灾祸的因缘 就是这个 南里的美色 那么得阿罗汉里方可信如意 就是什么时候能够随心所欲呢 要到阿罗汉 阿罗汉当然无声了 就是你不要说是凡夫啊 出国二国三国啊 都还要调伏 要到四国阿罗汉了 他把他内心的见识烦恼完全清静了 这个时候他的起心动念啊 完全是善良 就是阿罗汉不必要做 不必做定刻了 因为他不要调伏自己 随心所欲 他就不预决了 那么这个地方 讲到修出离心啊 当然这个地方 也说出了一个修学的次第 我受大借的时候 我的德界和尚 他在借场开导我们 一个修学的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 我后来读偶一大师的 凌风中论呢 偶一大师也有烈士的观念 我记得和尚说 说是 出家有三个次第 第一个次第呢 是进罪集职起 所以你刚出家的时候啊 你要找一个亲近的环境啊 住下来 干什么呢 忏悔业障 集集资料 你刚开始啊 你这个店面啊 不要马上开张 整修内部一下 就是你自己要多 忏悔过去的业障 那么调伏你的烦恼 一方面呢 那么为大众师 修福报 积极福德之良 那么听闻佛法呢 培养证见 积极智慧之良 忏悔业障 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 两种治良 那么你在刚开始 在进罪集职起的时候呢 你的心情就是 这段经所说的 圣物性如意 如意不可信 圣物与社会 社会去获胜 就是你这个时候 要谢绝一切的外延 那么对自己的起心动念 你过去的思想 要彻底的改造 这个是这内心的大清少 这个时间呢 少者十年 多者二十年 就是整修内部 暂停营业 你要自己在心地上 下一番时光波 那么进罪集之旗 过去以后呢 那么第二个就是 弘法立生旗 弘法立生旗 你这个时候 他的修行不是修处理 他的重点在大悲 这个时候 你的大门就重新打开了 正式营业了 那么你可以去带共修 或者是奖金 那么把你这几年的修学心得 贡献给众神 当然从洪华当中 你也自己能够力士练心 一方面你自己积功累得 那么因为你前面有进罪集之的这些修行的界定会的基础 你在弘法立生当中 就算有一点差错 你也随时能够关照 随时能够调整 所以你前面的基础呢 在整个历练的过程当中呢 他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有力的保护系统 不随旺转 那么不随旺转 你就能够在这些人事的杂染遗言当中呢 成就你的积功累得 成就你的大悲心 那么洪华立生差不多 要偶一大师的标准就是 你最多七十岁 又要开始到第三个阶段 安养专修起 就是你到晚年的时候 你又要谢绝人士 又开始修处理 专心为临终的正念做准备 偶一大师在五十三岁 他是五十四岁 还是五十五岁 五岁往生 那么他在往生的前一年 好像是五十三岁 他就上了临风山 就不再下来 那么他上去之前 他做一个开示 他说 他说这个当今的善知识 只有子伯大师是法身菩萨 金刚尹 他不用 不用这个安养专修不必 那么等了下次的像优西大师 其他的大师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还有所不足 到晚年的时候 谢绝外延 临终都能够正念分明 这是第二种人 那么第三种人 就是说不自量力 到晚年的时候 那么他开从灵力规矩 那么广泛的设受众生 灵命中的时候 都是牵肠挂肚 不得自在 那么偶一大师说 他自己不敢自比子伯大师 生死自在 那么他愿意遵循 优西大师的 这样的脚步 到晚年的时候 喜诸也有钻线 就练佛 所以到53岁上了 凌峰山的时候 就不站下来 那么隔年就在 凌峰山 结家福座 安装往生 所以 到了第三个阶段 是很重要 你在 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又开始 摄用归体 安养专修 那么为灵命中的正念 做最后的充斥 那么这个就是 在一个菩萨道里面 你应该要给自己 有一个明确的生命规划 那么这段经文 当然是针对一个初学者了 就是提醒一个 烦恼出众的初学者 刚开始不要随顺自己的 心情去做事 也不要跟这些杂乱的一眼接触 应该要多些 在心地上多下功夫 那么这段等于是一个总说了 第一个对外境的出离 第一个是对内心的出离 那么对于出离心的修学 有外境跟内心的出离 那么这以下的经文 就广泛的把外境跟内心的出离 做一个解释 那么刚开始呢 佛陀在开导的时候 是先讲对外境的出离 有29章跟30章 这两章 那么这两章呢 在次第上 我们先看第三十章 那么三十章对外境的出离 是讲一火眼离 对这个五义的境界之火 我们应该要一种 以一种眼离的态度来面对 我们看经文 佛言 呼为道者 如辟甘草 火来虚辟 道人建议 必当掩知 那么 我们有志于修学圣道 当然修学圣道 跟你修福报不同 我们前面啊 成就这个人天的善业 他只告诉你 布施 布施以后要持戒 持戒以后要忍入 把这个功德保存下来 但是你成就人天的果报 你不用眼离啊 那么 但是你要成就出世的功德啊 你就必须眼离 为什么呢 因为如辟甘草 火来兮辟 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 就像是甘草 就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烦恼的种子 这个种子就是一种潜伏的功能 那么这个甘草呢 他要受到这个火啊 的刺激啊 就燃烧了 就是你这个种子啊 环岛的种子 遇到掌握的进阶的刺激啊 他就要起来活动 所以我们这个甘草呢 对火啊 应该采取一个 辟开的 辟开的方法 那么这个合法就是 道人建议必当掩施 一个修道人啊 见到这个武艺的境界啊 应该要延立 那这个武艺呢 主要就是财色民啊 初学者啊 主要的远离要远离这个色 年纪大的人要远离这个财跟民 这个年纪的不同啊 他所爱着的所远禁会有所变化 所以你应该要知道 这个如何的来远离 你目前要远离的这个火 这个地方就是说 修出离心 刚开始你应该对外境 这些扰屋的外境要先远离 我们看这个车祸的花生啊 不管是骑机车或者开汽车啊 从这个统计学上来看啊 花生车祸都不是一个初学者 初学者开车都很小心 花生车祸大部分都是那些 意高人胆大的人 就是你不注意 你刚开始对外境你不注意 但是一念的操作就 就完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刚开始啊 你应该选择一个 如法清静的道场安住 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 你不可能什么时候都保持正念 不可能 那么你本身没有道场的射寿啊 你又是一个念头没有控制好 你就全部的功德就被破坏 一念叉子前提叉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 你应该选择一个如法的道场 来保护你自己 参公寺以前在在建会的时候 开始我们说啊 他说修行人啊 你宁可在道场睡觉 也不要在都市半道 因为你在道场睡觉啊 你顶多是浪费时间而已 顶多说这个人懈怠 但是他还不至于放逸 他只是懈怠 但是你在都市半道啊 你这个明鸟的心性啊 你接受的都是一些掌握的信息 这个射身相会触跑的境界 他不断的刺激你啊 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有这种功能 又受到这样掌握的刺激啊 那么当然因言和合 他的烦恼就活动 就算好一点啊 你没有产生破戒的行为啊 你要整天啊 为了调伏烦恼啊 你就是所有的精神体力 就放在这个地方 你不可能进步 顶多跟烦恼打成平手 所以我们刚开始啊 就是说 我有烦恼 我承认 但是我不去刺激他 不去刺激他呢 你在心平气和的环境当中 赶快的去成就你内心的戒定会的这些法宝的对峙 你就是 你刚开始啊 就在一个敌人还没有来之前 把你的军队栽培起来 那么你戒定会升起的时候 你烦恼你就不怕了 你有对峙力 但是你的戒定会没有升起之前啊 你绝对不要去刺激你的烦恼 因为你这个烦恼一躁动啊 你要持戒也不可能 修订也不可能 那么修订也不可能 所以刚开始啊 一火眼离 刚开始先保护 看二十九章 正观敌射 前面是说呢 对于战乌境界的眼离 那么这意思说 万一 有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不能眼离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来疏导 这个障碍 我们看经文 佛言 圣物是你色 亦莫共言语 若以一者正性是念 我为沙门处亦着事 当如莲花 不为泥雾 想起老者如母 张者如结 少者如魅 智者如子 深度脱心 熄灭恶劣 那么佛陀说呢 那么一个初学者呢 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谨慎 小心的态度 怎么办呢 圣物是你色 亦莫共言语 对于这个南宁的美色 眼睛尽量不要去看 那么就算接触的时候呢 那么也不要跟他有一些言语 但是呢 有些特殊的音言啊 必须要跟他有所沟通啊 那么我们内心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呢 先修处理性 正心思念 就是做观想 说我是一个沙门 我不是一个生命没有目标的众生 我心中有一个目标要离苦得乐的 我是一个修道人 那么我内心当中有修道的道心啊 但是呢 非常的惭愧啊 我并没有求生到净土去 跟这个诸善善人聚会一处 我是生长在这些五着二世 内心这个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眨染的环境 那么我在这个眨染的环境怎么办呢 当如莲花不为泥雾 我应该要向莲花有出离之心 那么能够处污泥 但是不为污泥所掌握 这个就是修这个莲花的出离之想 那么这个出离心的修行啊 在忠告巴大师的开示说 出离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思维生死的过患 那么 世卫生死的过患就是说 我们有些人积极善业 那么他希望把善业啊 那么召感来生安乐的果报 或者做大国王 做大副长者 那么有这样的念头呢 就会使令自己的善业啊 去召感这个善界的果报 不能成就圣道 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来世的贪爱啊 应该修苦地 苦地观 就是说呢 我们假设来生再继续流转啊 就有三恶道的危机 第一个呢 有这个第一 刀山油锅的危机 有刀的伤害油锅的尖筑的危机 第二个恶鬼道的危机 就饥饿口渴 如果诸位有断食的经验啊 你会发觉啊 饥饿还不可怕 这个口渴是最可怕的 你可以七天不吃饭 但是你要是断水一天就不得了 但是恶鬼道的众生呢 他是啊 好几年好几年的时间啊 都不能喝到水 不能喝到水呢 他的喉咙是变成火了 他只是不会死亡而已 但是他那个口渴的痛苦 是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所以我们到恶鬼道去啊 你的生命啊 就要长时间的去忍受 饥饿口渴的痛苦 长时间的 没有一秒钟是可以停止 第三个是做这个畜生 畜生的痛苦有两种 一个是戏服 第二个是打杀 福报道的畜生啊 他不会被打被杀 但是他被关起来 被当作宠物 所以他的生命不得自在 关在一个小笼子里面 那么野生动物 当然好一点啊 当然他的生命啊 能够自由活动 但是畜生到呢 他没有所谓的人类的法律 他生命没有保障 落落强死 所以他随时啊 会有生命的危险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麻雀啊 从空中来地上 吃小虫啊 他自己也害怕别人吃他 所以他这个左看右看啊 叼几下就跑掉了 所以畜生到长时间 是活在一种恐惧当中 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就算有善业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 我们阿赖也是当中也有罪业 所以我们如果贪爱来生的果报啊 也会触动这个三恶道的业力 所以这个中科报大师说 以作第一业 因何安稳住 我们要思维自己有三恶道的业力啊 那么断除去投胎在三界的这样的想法 就思维苦地啊 来断除对来生的爱群 那么第二个呢 就思维无常来断除对今生的爱群 就是有些人过去生啊 善业力强 所以他今生的果报特别的圆满 他的设身也特别的健康 特别的庄严 他也有一些恩爱的建属 有很好的财富地位 那么他就会被这个可乐的果报所障碍 那这怎么办呢 就无常观 就是说啊 劳如千万快乐 无常终事到来 就是你啊 你也做一场梦啊 做一场梦 在梦境当中有很多可乐的境界啊 但是你醒过来的时候啊 密之了不可得 这个三界的果报你还不能当真的 所以你修这个无常观的死亡观啊 来消灭你对今生的爱群 那么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 我们这一念道心啊 在处在这些种种的诱惑 包括今生可乐果报的诱惑 来生可乐果报的诱惑 我们应该要思维生死的过患 思维死磨的无常 那么大家也对峙 像莲花一样的出离 那么有了出离心以后呢 第二个修大悲心 想其老者如母 长者如姐 少者如媚 智者如子 生肚多心 熄灭恶灵 那么你有前面的出离心以后呢 就修大悲心 观察你跟众生有深厚的阴眼 就是我们无量的流转当中 我们每一次的流转都有很多的亲属 有你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 所以你看到老的 你就把他观想他是你的母亲 那么对他生感恩心 连长的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姐姐 一样的尊敬 连少的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或者是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爱护 那么内心当中呢 跟他接触的时候呢 是生起杜托之想 希望呢 他能够因为你的教化 有所进步 那么由这个杜托心呢 来消灭你内心的恶念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 我们这一念心 心跟掌握进去接触的时候呢 要透过指观 来把自己的欲望 把他升华上去 就是这个心念啊 你用这个指观 把他疏导一下 不要往这个杂然的方向去流动 往这个出离 往大背心的方向按住 不过这个地方修大背心要注意点 就是说 在清静道论的开示当中说 你一个初学者 修大背心呢 你不能够针对 某一个特定对象的异性 修大背心 比如说你这个女众 你修大背心 刚开始不能锁定一个男众 修大背心 不可以 这个地方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大背心是平等 你只能够 失望一种平等的信息 那么你刚开始的时候 不能锁定对象 接触的时候 你内心当中是平等的 没有议色立场 那么当你接触的时候 你把老者当做母亲 年长的当做姐姐 年少的当做妹妹等等 但是你不能够针对某一个异性 那么对他修大背 那么这样子呢 轻轻道顿说 这样子会有过失出现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 我们跟掌握境界接触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疏导自己的内心 好 我们休息 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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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